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採訪 要為大家請坐經濟博士羅家聰 KC 你好 你好 美國的二萬富翁 就是投資家巴菲達 他的投資股票眼光朵朵 但最近他有一個動作 就是選擇中國最受關注的一個股票 甚至選擇了十萬多股 然後套現了三年多的一元 其實這個你怎麼看呢? 會不會導致其他人跟風呢? 我不知道他跟別人是別人跟他 就是其實你說減持大陸股 很多人都一早就減了 是不是? 現在才說的 那麼 不知道 可能有些基金的角度 他們做事未必是 就是一下子一窩蜂 說摸到底下減掉了 可能要分段做 策略性地做 還有他有很多這些股 說真的他可能不是上市才買回來的 可能一早已經是一手承認回來的 變成那個價格跟你們買合的價格 肯定是不同的 差很遠的 還有一個基金的角度 他都是要拿東西的 真的差別人拿什麼的 有時候他可能賣了這個 就拿回別的 那麼多種角度的考慮的時候 你就 我不知道你怎麼跟 因為你沒有辦法跟得足的 他告訴你已經做了 就是一段時間之前做了 你現在那個市都不同了 那麼你變成 所謂跟那個意思就 意義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做這個 沽大陸股這個不是現在才做的了 都是好幾年已經在做的 甚至十幾年前都有人在做 那麼 他這個不是一個很領先的人物 就是說的都很遲很後才去做這件事 就是未必會帶動到很多東西 老實說 因為 你真的跟他的 就是外國多 外國其實很多都沒有怎麼拿的 都不是輸了那麼多 都可能主動清了倉 所以 你說如果大陸 或者香港有多少人會跟著 不菲特去做事 有的也未必說 就是很壓倒性的比例 就是你可能 總有人跟 但是會不會說動到那個market 就是 是因為他做完這件事 跟著那個市就有一個 很趨勢性的方向上去變化 走出來 我也未必 我不覺得會這樣 嗯 那波士 你知道美聯儲加星這個話題 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那美聯儲的主席上個禮拜都說了幾 更加嚴肅的言論 他說就是通脹不跌 加息不止 今天我看到美國聯儲第三項人馬 那個出道理 他說連年都不可能解釋 那現在都看到外匯環境的股市 就是一片跌落 那美國聯儲兩天 恆股都失手了兩萬點的關口 那見到聯儲裡面還有人說 跌得好天 那怎麼看香港的股市 或者是那個樓市那方面的經濟前 如果你說市的看法 就和之前的說法都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那個判斷都差不多 但是就是 近來聯儲那個說法是等大家 或者市場有一個 新少少的訊息拿到就是 就是不會 不會這麼輕易說 因為一些 就是通脹見頂啊 或者經濟衰退 那就很快轉態 那這個說法就是 他一早應該要給出禮 因為你一路不給出禮 他那個收水的公信力就低了 大家都不太相信他會收水 事實上他都是壞的 他之前都是 一路收水一路想收手 一路想收水一路想縮手 一路一路 就是油泡琵琶半傘 這種加息或者收水就做得最差的 那他現在知道是壞了 那就改了 那但是你現在才改呢 就當然遲了啦 因為說通脹都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他真的 真的開始害怕了 怕他是上了不下來 或者還不知道上到多遠 是吧 英國那邊就說上去20多30%通脹 就是 說啦當然 未必是的 但是 你開始有這樣的 就是央行都開始有這樣的擔心 他就要 所謂企圖去改變市場預期 就是拿回70年代那個教訓 還有那時候那些 那些 有些理性預期派 教的 有些板斧 就是 你首先要 anchor the inflation expectation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令通常預期失控 你要 要牽緊它 但是 大家都可能理解它是一種 一種 tactic 一種手段 最終其實你 是不是真的 看到衰退來 你一直都 保持著加息 是吧 現在說的衰退 可能 就是沒有想像中那麼遲才出現 快就是今年尾 遲些都可能是 明年初或者最遲上半年 第二季可能都出來的衰退 那你現在跟市場說明年整年都不減息 那你如果真的衰退出來了 樓市真的跌了 那照計的通常應該跟手都會跌的了 那你去到那些位子 還減不減呢 其實又未必真的好像他那樣說 不減 因為之前你聯儲都試過說過很多東西 說完這樣轉過頭 都不是很久的事情 可能上個禮拜說完 今個禮拜就反口 已經是完全說別的事情 那個言行 言行就不一致 是不是 一早說了就不是這樣做 甚至你上個禮拜說的 和今個禮拜說的都不同 那如果你這樣 你不會讓別人相信你 你對太長遠的承認 或者不要說太長遠 我可以說明年 你對下一次意識那個承諾 別人都掌握不了 究竟你是否打算加少林三里 是你講出來 講清楚他 講了跟著做 即是如果你給了一兩次的案例 給別人看到跟著 別人真的講得出做得到 你真的夠敢講 人家就相信你 現在不是 他都不敢講下次 你下次都不敢講究竟是不是四分三 你告訴別人 明年不減識別人聽你 所以他講沒有用的市場 暫時都不聽 所以其實這件事還是 不是很理想的發展 即是他想著控制那個通脹 如期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失控 但如果真的失控的話 他都未必是這麼容易搞得回來 拔得回來 所以我想這個局是 變數頗大 變數頗大的意思就是 通脹就是 是不是 就是之前那樣的預期 就快見頂 或者已經見了頂 接著很快就跌下來 未必 即是大家對這件事的把握已經是小了 因為如果你的通脹 如期沒有失控呢 理論上物價就是 就是供求決定的 那供求這些就是易計 即是你看到經濟那個需求 有很多指標可以看到 供應那些生產的狀態 大家都有很多指標 那如果你純粹說 供求 就是整體供求 去算一算 那個通脹應該怎麼行 都還有個譜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通脹如期失控 因為純粹你央行衰格 有些事情做歪了 這樣令到那個通脹 無端端這樣 是升凸了的話 這個沒有辦法計 所以現在是有一塊沒有計的部分 這部分現在不知道有多多 還有可以多久 即是我們這個叫什麼 這個物價的泡沫 通脹如期就是物價的泡沫 就是等同你的樓價股價而已 如果你純粹說樓啊股啊那些 你計基本因素 你可以計到一個位 但是如果你真的那個如期失控呢 上升如期好下跌如期好 你可以oversuit或者undersuit 就可以有一個挺大的波幅 那麼你現在擔心通脹都會呈現這種情況 嗯 其實講回股市 你知道跟貫固前總裁 任志剛都曾經說了 在香港十四五的規劃的宣講會上面說 就是建議推動香港股票市場 好像次人民幣計價 他說這樣就可以對港幣的匯率穩定了 就是有好處 這個怎麼看來呢 你看穩定什麼匯率啦 你如果港幣是掛美金 那你就相對美金來說是穩定了 如果你那個市場還有外資參與的時候 那如果你的市場整整整都沒有外資的 都打了輸數的 都是糖水滾糖魚的 經常都是擔天望地望北水 那如果你想到北水的 想到都是這個 就是買大陸股的 經常都染紅了 那你只是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當然 據說是所謂掛人民幣 但是暫時來看就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你現在的人民幣對美金 都是動動都不大 港幣又掛了美金 其實這三個貨幣之間的那個動動都是不大 那這些找話說 就是一種表態 告訴別人 就是這裡應該是要趨向那邊 他是這樣說的 實際上大陸怎麼想是另一回事 就是因為始終你現在有很多股票 在美國上的那些要被人趕走 那宗這樣的所謂協議 其實都還有很多事情都還沒搞定 實話還沒有一片 那你這麼多事情還沒搞定的時候 你這麼多要走 其實來這裡上的那個機會都很大 你外面老實說的選擇不是太多 那如果你這麼多來這裡上呢 除非你真的想著全部吸北水 吸北水你為什麼要來香港上呢 走去上海上就行了 那如果你來香港上 你不是打算吸北水的嘛 那些股票 你打算吸外資的 你打算吸外資的時候 你告訴別人你掛人民幣 用人民幣計價 你整件事大打折扣 就是如果那些外資是立心走去買A股 他直產進去上海深圳買的 他用什麼在香港買的 是不是 如果你打算是來香港買 當然有個想法就是 起碼你這裡 那些錢可以調動容易 要走隨時走得 匯率要穩定 所以匯率穩定是相對於那個 那個外資就是美金來計 那所以如果你在說 下下不是的 要什麼的 要掛人民幣 就是有匯率的風險 就是就算你的錢拿得回也好 隨時可以拿走也好 那所以那個 就是從大陸的角度講個盤算 就未必是這樣想的 嗯 那報仕剛剛也說了 中概股 陣陣剛剛就是想問你了 現在你知道中概股是美國那邊 面臨一個退市的風險 現在中美之間達成一個協議 來香港審計資料 審計底稿 其實這個 前件你剛剛說的 都沒有一撇 其實現在這個 快要開始的了 快要開始審計了 那是怎樣 結果會是怎樣呢 真的會不會有一個曙光 覺得他們會通過 接著大家就是 二百多個中概股就路 在美國是套外資 現在不是套 不是套港幣 他想吸外資 吸外資 我想 這個審計 因為現在在說美國要怎麼查 怎麼檢查而已 但是大陸那邊又好像諸所罵 就是說你問准他 那樣 那我想你遇到都 走的比例都會比想像中多 就是最初出這件事 以為是很多都可以留在這裏 但是你講講講講不是的 你說是任人審 任人審又不是真的任人審 又要這樣 又要那樣 人家鬼都不理你 變成你相對走的比例 可能最終比想像中多的時候 你都是很多要走回到這裏 就是有些可能退了不想 因為現在這樣的經濟環境 但是你有一些在上那些 你都可能 就是本身如果他的業務有需要 或者一間店都不是太狀態太弱的 他都想繼續的 那他都要幾大規模地走回到這裏 但是一窩蜂這樣的日子之下 你又很難期望有多少錢給得到 就是你本身的市都不走 現在的經濟這樣前景 那你不走的時候 你再一下子 就是你算到的了 200多 我不要打你多 就是說你多過一半些 你100多隻 你100多隻 就是年多裏面 你一年有幾天 下一年300多天而已 交易的只有200多 那你說的平均三天左右 要有一隻回來上 你計多數也挺荒謬的 你三天有一隻 全年都是這樣 你怎麼吸 就是現在出的IPO很多都吸 都低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太看 OK 謝謝布斯 好 拜拜 謝謝布斯 謝謝布斯 這邊是嘗試的 這一半 不算是好 給你更多 epo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的